宋亚东的机会来了 3月10日在UFC299 如果能击败除量级排名第四的彼得严 那么他就将肯定能进入前五 获得冠军挑战权 当然还要排队了 宋亚东目前处于两联胜当中 四场比赛有三场打的终结 我们很明显看到功夫小子在进入UFC后 越来越鲜明的风格和稳步上升的轨迹 对于宋亚东 可以说是我对中国力量中最关注的一位 2017年他第一次亮相UFC比赛 我当时就在现场 经过六年大赛的洗礼 年轻的宋亚东已经积累了相当的高水平比赛经验 他的主战略菲波也把他当种子培养 拿战队的资源去供他 并且没有操之过急 让他走科迪的老路 太快去撑冠 而是一步一步从排名上往前爬 再看彼得严 两次获得出场进冠军 但没有一次未免成功 一次违规袭击 一次被影帝分期判定击败 目前是一个三零败的状态 从排面上看 怎么看都是一场亚东吻吃的比赛 费对师把盐给亚东 很明显就是给亚东一个机会 进军前五 静静地等待决赛 成为下一个冠军 但看下去你会发现 这场比赛 其实对亚东来说极其凶险 这个看似走下坡路的毛子 带着很多不确定因素 如果遭遇的是触底反弹 情况可能会比较危险 首先 盐离上一场输给梅拉布 已经过去了十个月 是他进入UFC以后最长休战时间 身心恢复应该是很充分了 亚东这边去年12月因为盐伤退 所以打了一场五回合的临时比赛 怎么说呢 盐有点鸡贼 让亚东在眼皮子底下露了一回功夫 而亚东多拖了一次水 有点孙子兵法的味道 其次 盐是两场判定输给斯特林和奥马利 一场的完败梅拉布 三个都是除量级顶级水平 盐格来说 除了面对梅拉布输得比较彻底 对斯特林和奥马利 觉得稍微有那么一点点被黑掉的意思 当面对后来击败亚东的桑德哈根时 盐打出了一致判定胜利 多少有点在心里上 把亚东对标下去的感觉 对于盐来说 因为在除量级 已经是两次获得金药袋的选手了 在这个量级再打下去 意义不大 这次冲击应该是他在除量级最后的冲刺 如果输给亚东 那么他肯定失去余量级 碰碰运气会比较好 所以这场言必定是无包袱全力出击 那亚东这边也不都是坏消息 首先他现在自信心很强 对自己的重拳很自信 敢于贴两 敢于换拳 击毙马龙莫拉斯这样等级的选手 提升的信心绝对是质变 然后亚东现在整个身体状态也很好 硬度很高 压迫对手的执行力很强 能打KO也能打控场 打判定 进退自如 张弛有度 总之就是心态 技术进入了一个成熟期 而且现在是冲冠的良好时机 拿下严的话 离创造国人历史就一步之遥了 回到比赛中来 那么他们的比赛走向 预计是怎样的呢 从两人以往数据来看 还是以战力打击为主 亚东虽然有不错的摔跤 但因为自身打法的关系 他更愿意把力量留给战力打击 所以为了避免肌肉在缠斗中过分劳损 亚东不会选择梅拉布的战术去缠斗 而且颜的防摔成功率高达84% 而从两人面对摔跤手的表现来看 颜从地上爬起来的恢复比亚东好 亚东可能因为肌肉太偏向爆发力 被压在地上恢复起身以后 看起来速度力量下降很明显 不过这场比赛 双方应该都不会用太多的摔跤 除非某一方在战力上明显吃亏 可能会比一比谁的板子更短 战力这边的话 颜比较喜欢用直线拳法 亚东有交叉和勾摆比较多 在突进能力上 颜会有优势 颜的换架突进能够确保自己的重拳命中 亚东就比较专注于正架的抓反击和换拳 遇到长手长脚会缺乏变化 颜的抱架对右边头部的防御很稳 但左侧的颜手让自己的耳根部位会有打击点 这个位置亚东曾经KO过马龙莫拉斯 在这个点上可以做做文章 让小拳套塞进去 打出硬直后补两个勾拳直接击毙 我比较担心的还是亚东的防守 他的手抬的是挺高 看似对头部的保护也很好 但实际效果看 对清晰命中的次数不少 有时候是因为想抓反击先掉手 有时候莫名其妙就中路开了 对于格挡和拍击 以及头部闪避的防守感觉 还有提升的空间 在面对西蒙直流还不需要担心 但在面对桑德哈根这种水平时 头部就会吃到致命攻击 面对职业生涯命中率53% 左右手都能中击的盐 亚东请一定要做好头部防守 不过也不需要过分的担心 全怕哨壮 盐有多少战役 残留多少硬度是个未知数 但顶天也就和打奥玛丽那时候差不多 慢热的毛病 让盐在三回合比赛中先天烈士 亚东只需要开局迅速进入状态 拿下前两回合 确保第三回合顶住 就能拿到通往决赛的门票 结果嘛就不预测了 支持中国力量 支持孙亚东 接着孙亚东西 再来说 这一回合顶住 这一回合顶住 你会有关于